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道德如何走向了分离 汉朝引礼入法 其礼法合制的治理模式为何一直延续到清朝 两千多年未曾断绝 近代法治改革 传统礼法与西方法治又发生过怎样的碰撞 回顾中华法治演变历程 按寻传统法律文化精华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将为您讲述中华法治寻踪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已经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 总的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那么咱们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悠久的文明史 法律制度是怎么一步一步变到今天这个样子 今后又会是个什么样的走向 我们只能理清其中的演变规律 才能在今天的法治建设当中更好地做到 既往开来 中华法治发展变化可以用四个阶段 八个字来加以概括 第一个阶段两个字 礼和形 代表了从上古社会到下山西州的法律制度 第二个阶段两个字 法和律 代表了春秋战国秦时代的法律制度 第三个阶段两个字 礼法 代表了汉朝到清朝这两千多年的法律制度 第四个阶段两个字 法治 代表了清朝末年以来到今天 乃至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咱们在法律制度上的追求 从中国法治发展变化在四部去可以看到 中国最早的法它不叫法 它就叫礼 那礼是什么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 大约在两千九百多年前 有一位部级高官遇到了一张谚语 密国诸侯康公跟随当时的周天子周贡王到进水去春游 密国在今天甘肃的灵台县一带 结果在康公就发现进水旁边有三个美女在洗衣服 那真是沉鱼落月碧月修花 康公就动了心事 他一想啊 现在的国家制度那是一切权利属于国家所有啊 这样的美女干脆把她收归国有了 于是他就把这三个女的带走了 史称有三女奔资 回到家里面他母亲发现了 就把她弄来批评了一通 说婚姻大事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你怎么自己就把女孩给我带回来呢 这不符合理数赶紧给我退回去 康公没有办法 只好把这三个美女交给周贡王处理 可见呢 康公虽然是贵族 他也不得不服从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这也就是当时调整婚姻生活的你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婚姻法 由此可见 你就是早期中国人的法 那么你是从哪来的呢 为什么说他就是法呢 在甲姑文当中 你写成这个样子 下面是一个高筑盘 上面有两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 文字学家解释这个石头啊 就是玉 玉乃人间美物 用高筑盘装玉 拿来祭祀鬼神 这个就是礼 在礼记礼运篇当中 是这样记载的 福礼之初 此诸饮食 其繁殊百屯 乌尊而捧饮 快福而徒骨 又可以置其尽于鬼神 怎么意思呢 就说礼最初来源于 原始鲜明的饮食习惯 那他们是个什么饮食习惯呢 繁殊百屯 就是把黄米 小猪肉 放在石头上来烤 这古迹就是最早的烧烤了 但是烤好了 自己不敢吃 先要给神吃 在地上挖个坑 里面装上水 用手捧上 自己不敢喝 先给神明喝 在地上有一个土堆 像鼓一样 再拿鼓锤在上面敲打 发出音乐 这恐怕是最早的音乐 让神高兴 让神嗨 他们认为 用这种方法 可以向鬼神 表达自己的敬意 由此可见 早期鲜明的饮食习惯 和祭祀鬼神 完全是交织在一起的 你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产生的规矩 根据考古学的知识 这个时代 大约在八千多年前 那个时候称之为繁治时代 没有过碗瓢盆 要在石头上来烤 那个时候条件很差 所以祭祀鬼神 只能用这些原生胎的食物 来祭 后来条件好了 就改了 改成用黄金 玉器来祭祀鬼神 这也就有了 我们看到的 刚才那个字 下面一个高桌盘 里面装的玉 拿来祭祀鬼神 这就从文字学的角度 证明了 你就是从祭祀当中产生的 你产生于古人的祭祀 是早期鲜明 在祭祀鬼神的活动中 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但是为什么说 当时的李就是法 他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法 有什么不同 当时的人如果违反了李的规定 又会受到怎样的惩处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中华法治寻宗 第一集 李从远古来 那么为什么说你是法呢 我认为法应当具备两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它必须是行为规范 老百姓说的就是规矩 第二个 这种行为规范 必须是有强制执行力的 那么原始时代的你 它是具有这两个特点的 首先 李是原始人经常要遵守的行为规范 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一年一度 才会去拜祭祖宗 偶尔到风景明胜去旅游 才有可能到寺庙里面去烧香拜佛 所以祭祀并不是我们经常的活动 所以也很难理解 李作为祭祀当中产生的规矩 为什么会成为经常性的行为规范 但是古人就不一样了 原始人情 它面临两大天敌 第一个就是大自然 第二个是外祖 当时的人认识水平很低下 天地三窜 日月星辰 草木虫鱼 毒蛇猛兽 泥石流 地震 等等等等 他们都没法理解 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 那么为了在这恶劣的自然环境当中生存下去 他们不得不思考 这些玩意从哪来的呀 最后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啥 这些玩意是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 神在控制他们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 依附自然界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种困难 但是我们可以和神搞好关系 神就可以保佑我们 说文解字当中说 你女也 所以是神自服也 女就是行为规范 你是用来祭祀鬼神 希望鬼神赐福于自己的一种行为规范 由于原始人认为 鬼神是天地万物之间的老大 只要你把他搞定了 一切都OK了 因此祭祀就要经常搞 上山打猎要祭山神 下水捕鱼要祭水神 这在哲学上称作诸神崇拜 什么神他都要拜 是一种原始宗教 由此可见 祭祀就是原始人经常要搞的活动 所以你也是人们经常要遵守的行为规范 在长期的祭祀活动当中 你的内容就越来越多了 上古的历史发展线索 大致是这样的 自从旁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如今 三皇指天皇人皇地皇 五帝指的是皇帝 专须地库姚顺 后面就是大禹 然后就是驾巢了 在五帝时代 最后一个部落首长叫顺 顺来就找了一个人来帮他主持你的工作 找到谁呢 博仪 让博仪来帮他点三里 就是管你的工作 博仪在其为某其政干了一桩大事 上书当中记载说 博仪降点责民为行 博仪把以前那些零散的你 把它汇编成了一个拟点 然后用刑法的方法来督促民众 遵守你的规定 可见你到这个时候 他已经出具规模了 我们说 你是法 第一 它是规矩 第二 它具有强制执行力 你作为行为规模 他告诉人该怎么做 不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就相当于今天法理学所说的 义务性规范 比如说既是鬼神的时候 大家必须按时到 必须恭恭敬敬 端庄树木 孔子就说了 既神如神在 老百姓说的是 头上三尺有神力 这个时候你不能掉儿郎堂 你告诉什么 不该怎么做 恐怕相当于今天法理学当中 所说的禁止性的规范 比如说既三尘时 就会形成约令 村居不能砍发树木 既水尘时 就会形成约令 讯息不能补鱼 这些规定都不能违反 违反了就会有相应的制裁 我们举个案例 五帝之后 担任部落首长的 就是大宇 那个治水的人 非常出名 史记当中说 与治群神 与会计山 防风时后治 与沙儿禄子 大宇把当时的部落首领 统统召集到会计山 来祭祀鬼神 防风时来晚了 大宇就把他给杀掉了 防风时是生活的 今天浙江德青县一带的 一个部落首长 那么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就可以看到 你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 那个彬彬有你的你了 而是长酷无情的法 但是 现在法学知识告诉我们 法是什么呢 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 实施的行为规范 原始时代这些理 它既是行为规范 也有强制保障力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国家 所以我们不能说 这种理是国家法 只能说它是原始习惯法 你作为原始习惯法 通过五代到大宇 再到与的儿子起这个时候 国家就出现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 夏朝建立了 你就遥身而变为国家的法律 那就是夏礼 夏礼传到商朝 就叫商礼 到了西州初年 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周公 他把夏礼商礼 以及他周族的风俗习惯 综合起来 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理点 此称周公治理 周公治理 是西州在夏礼和商礼的基础上 进行的一次大的立法活动 对大到国家的政治制度 小到个人的日常行为 都做了详细规定 此后的历朝历代 周公治理所确定的各种理智 虽然内容和形式上 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其基本原则和精神都被继承了下来 那么周里具体都有些什么魅容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中华法治寻宗第一集 理从远古来 中外法律文化 我们为您探秘 历史大案要案 我们为您揭秘 传奇法治人物 我们为您解密 法律讲堂文史本 带您穿越时空 探案讲法 那么周公制定的这一套礼 就叫周礼 它有什么内容呢 史称经礼三百 曲礼三千 经礼具有根本性规定的 大经大法 有三百条 曲礼 细小的礼 有三千条 当然我们学古汉语就知道 古人说话 他没一个定准 说三不一定真是三 是吧 曹操只有二十万军队 他号称八十万 所以这个 锦礼三百 曲礼三千 并不是说 你的重要规定有三百条 你的一般性规定有三千条 而是说明你很多 晋朝的人为了便于把握 就专门把周礼分成了五大类 吉兄军兵家 吉礼 既是鬼神的礼 前面我们也说到 礼他本来就是从既是当中来的 所以这部分里排在第一位 兄弟 伤亡殡葬之力 人死了该如何下葬 有规定 军礼 行军动众 就部队该怎么建设 仗该怎么打 也有规定 兵礼 朝聘盟会之力 诸侯朝建天子 不同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 应当遵守什么样的原则 有规定 家里 婚贯饮宴之力 结婚离婚 男子二十岁成年 要举行家贯礼 吃饭喝酒 办宴席 你也有规定 这一部分里 跟老百姓的生活 息息相关 那么讲到这儿 大家就明白了 你有五大类 但是每一类地体 又有一些什么规定呢 我们还是不明白 大家看古装片 看到古代打仗 是怎么打的 两军排好阵势 将对将 兵对兵 一方的大将败下阵去 另一方才一拥而上 如果不想打仗 还可以挂面 战牌 三天以后再打 小的时候 我看到这些镜头 就着急 替古人担忧 说他们怎么 就不知道偷袭呢 后来才明白 这个是古代军里的要求 春秋时期 宋国和楚国 在洪水这个地方 打了一仗 史称洪水之战 宋国的部队 先到了洪水的北岸 阎镇一带 楚国的军队员后来 正在过河 此时 宋军司马就给宋湘公建议 说我们现在攻击他 以意代劳 宋湘公说 为何不能打 等到楚军还过了河 还没排好队 乱招招的一天 司马又建议说 我们现在打他 攻其不备 宋湘公右手 不可 还是不打 你说这个宋湘公好怪 你莫非还需要 我们八路军打小日本 把鬼子放进来 再打呀 漏漏漏漏漏 飞也飞也 宋湘公 等敌人把队排好了 才下一个命令 开战 结果一打呀 宋军大败 宋湘公的大腿 还被射了一箭 警卫官也都死掉了 宋湘公这种打仗的方法 看起来是很迂腐的 但是我们研究历史 就会发现 宋湘公这样打仗 是按照军理的规定来搞的 他自己是这样表示的 古之为君也 不以阻碍也 寡人虽亡国之语 不古不成立 什么意思呢 就古代那些人 按照理来打仗 他是不借助地形显要的 所以我也不能借助洪水 这个地形来攻击储君 我虽然是亡国之军 三昼王的后代 但是我也不会去进攻 没有排好队的敌人 不古就是不进攻 古人是几古进军 明经收兵 不成立就是没排好队 不古不成立 就是不能进攻 没有排好队伍的敌人 这个就叫陈列而鼓 是三州之境 仁义之兵的同行规则 所以我们看宋强公打仗很傻 但是他恰恰反映了 当时军理的一些规定 在无理当中 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 主要是家里 那么结婚离婚 在家里当中也是有规定的 现在我们流行散婚 在那个时代就行不通 因为婚礼当中有这么一条 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要父母同意 要没人去撮合 所以这个媳妇啊 没有一年半战 你是娶不进门的 你想散也散不起来 诗经里面说 娶妻如之河 必告父母 我要娶个媳妇 怎么办呢 告诉你的父母吧 父母同意 这个事就搞得成 如果父母不同意 你只能是做梦娶媳妇 想得美 诗经又说了 娶妻如之河 非美不得 讨个老婆 那个版呢 没的美人 你都搞不成 就讨个老婆怎么办 没有美人 你就搞不定 必须要有美人 这就是当时的法律原则 每个人都得遵守 正因为这样啊 我们现在学术界 就批评 那个时候的婚姻 是包办婚 剥夺了当事人的意志 我觉得这种批评呢 也不一定完全正确 虽然说父母之命 没所知言 有包办的嫌疑 但是他也不是 不考虑当事人的意见 按照婚礼 男不亲求 女不亲喜 就男方不能亲口 去向女方求婚 不像今天啊 女方也不能亲口 答应男方的求婚 那怎么办呢 比如说张家 要和李家开亲 那么张家的人 就要找媒婆 把他这个男青年 带着到女方家去 女方家的父母 就出来交结 女孩本人就不能出来 她只能躲在闺房里面 偷偷地看 看完了还可以发表意见 这个就叫窥官 刚才我们说婚礼是家里当中重要的内容 那么家里也对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细节 他都是有规定的 比如说人与人之间 见面该怎样行礼 行的就叫义礼 全称的叫义让周旋之礼 我小的时候在农村 看到那些老人家见面 都是这样的 著名的文化大师 李宇堂 开玩笑说 中国文化战胜西方文化 就在这个礼节上 西方人握手为礼 他要传染疾病 中国人拱手为礼 你有疾病 你没法传给我 所以他是卫生之道 爸说有一个人很性急 他一见人 行李就这样 到此几下就走了 别人就批评他 他说你这个人 这样行李不符合礼数 显得你没有诚意 他说那怎么做才有诚意 才合礼数 别人就告诉他 你一边这样行李 心里一边这样默念 一月二月三月 一直念到十二月 你这个你就合礼数了 这家伙后来见了人 他就这样行李 一边行李 心里一边在想一月二月 一直想到十二月 等他把十二月想完了 再来看对方那个人 不见了 他就问旁边的人 那啥时候走呢 比如说三月就走了 可见对方也是一个性急的人 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你呀 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通过上面的讲述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上古社会到下山西州的你 内容是很丰富的 上次军国大事 下次言谈举止 他都可以调整 你就是上古社会到下山州三代的法 中国法治发展变化 第一个阶段表现为你和行 这两个字 你是怎么来的 你有哪些内容 我们已经做了介绍 那么行又是从哪来的 它和你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请继续收看 下集 再见 中国法律制度的第一个阶段 是理行时代 理在当时是人们所必须遵守的法 那么行又是如何产生的 它和理之间是什么关系 以理行为代表的这一套法律制度 有着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呢 在明天的节目里 将继续为您讲述 第二集 理行时代